恭喜修杰凯甲敬文今年将完婚!步步当超级保姆在家教育小的妞,学爸爸讲这句话太萌了! 3月29日妈妈是超人第三季正式开播了,不知道我们的小步步有没有蒙到你呢?在播放的第一期中,小步步因为不爱吃青菜而被爸爸给修理, 但是没想到步步回的一句我不要欠修理瞬间一秒攻破 看小步步那可爱的模样 真的是喜欢啊 哈哈,我们的步步太可爱了 不要欠修理,那么可爱的模样爸爸妈妈才不舍得修理呢 不过甲敬文对待教育步步吃饭上 真的是有好多招哟 妈咪们可以跟住学习下哟 在节目录制完后,修杰凯也接受了采访 这一次暴露了两个女儿好多小秘密哟 修杰凯透露对步步最严厉的处罚是带住步步去厕所谈话 而我们的小步步步竟然还是个小大人 会学住爸爸的口气给妹妹说 你要是不听话 我带你去厕所哟 哈哈,管妹妹可是一流的 厉害了小步步 我们的修杰凯爸爸将在今年给甲敬文举办婚礼啦 而且已经提上日程了 也在时间计划内,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啊 到时候三个女儿一起见正爸爸妈妈的幸福时刻 想想都幸福啊,真的替甲敬文感到幸福啊 找了一个那么好的男人 修杰凯还透露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他和甲敬文将全面复工长时间拍戏 对于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去工作 乖巧的步步表现得还很OK啦 而对于两个孩子的照顾 将会雇佣专门的保姆 小伙伴们纷纷表示 电话交出来 集体去应征保姆去了 哈哈,大家真的是超级喜爱两个女儿哟 对于这次录制节目 我们的小的妞表现得还特别喜欢 特别兴奋 和姐姐步步的性格蛮不一样 步步是一到时间就去睡觉 生活规律作息 而调皮的小的妞子不睡觉 也要出去玩 哈哈,玩乐主意啊 两个可爱的宝宝 会撒脚,会卖萌 爸妈的心肝小宝贝啊 幸福的一家人 超期待两人的婚礼哟 小伙伴们 也要给你这样子 感谢观看